近日有网友晒出西梅瑶上课的画面 迅速引起网友认意 当天西梅瑶正在上课 喝着两块钱的评价饮料 也是相当接地气 和尤军与妹妹和烧星 在泰国看王家尔的演唱会 惊夸赞她是我们的骄傲 这次兄妹亚去泰国 就是为了支持她 随后西梅瑶回应为她骄傲 你们的快乐吵到我学习了 老公和小姑子在国外度假 自己却在努力学习 估计有些不开心吧 与此同时 有网友扒出西梅瑶衣服上的校徽 就读的是香港大学 发的也是港大的学位证 该网友透露 学费高达88万 有人调侃道 没想到下入豪门后 居然先要去名校上课 当然西梅瑶本身就非常优秀 本科就是211 虽然学历比不上何友军 但也差不到哪里去 也有人质疑 这算不算花钱买头衔呢 有网友透露 他曾在NBA当过助教 里面的学生全是大佬 完全不敢催作业 人家的时间就是钱 想交就交 由此可见 来这里读书的都是非富极贵 老师也不敢得罪 为此你怎么看呢